早安台湾 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 吐司家伙推大 要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早安台湾 刘碧荣时间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此刻时间早晨7点06分57秒 各位我们要进行刘碧荣时间这个单元 所以此刻我们为您连线访问 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 我们要请刘老师为我们解说重要的新闻外电 老师早安 早啊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早 是 谢谢老师再度与我们的连线 辛苦老师了 老师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 在过去上个礼拜的周末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消息 就是有一位重要的政治人物 就是美国的前国务卿 季辛吉他逝世 可能对很多的年轻的听众朋友们来说 季辛吉到底是谁 可能他并不是十分的了解 但是这真的是一位想当当的人物 所以老师此刻我们请老师 先花一点点时间跟大家来介绍 季辛吉何许人也 他的重要性是什么 那么我们晓得季辛吉他是犹太人 犹太人出身 他是美国尼克森总统时候的 他做国家安全顾问 然后做国务卿 做国务卿 然后后来人到后面总统 他在任的时候就非常受到重用 那么离开公职之后 他在一个顾问公司 也能够给各国都是找到做咨询 所以影响到国际秩序非常大 我们从几个角度来看 因为第一个如果就美国国务卿来讲的话 美国国务卿常常也说 就是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 可是Kissinger呢 他是不只影响美国外交政策 他影响世界的秩序 国际的格局 所以这个就是他的整个影响力 就跟一般的国务卿就不一样了 那么他基本上的奉行现实主义 就讲究权力平衡 这平衡那么几个 而且他也有美国总统 尼克森 福特 给他很高的很大的一个空间 可以挥洒 那我们最常讲的几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 他是敲开中国大陆的门 他是因为过去美国跟俄罗斯 那个苏联时代 那么在对抗的时候 基因局觉得要平衡 你必须跟中国拉进来 然后形成就连的中国去对抗苏联 所以他最有名的就是 1971年的时候 有一次就假装生病 然后就跑到中国大陆去了 他在巴伊斯坦就这样拉肚子 半夜就秘密访问 到中国大陆 到中国大陆 然后当然也见了周恩来 毛泽东 最后达成的就是1972年的上海公报 尼克森 周恩来签了上海公报 对台湾来讲当然是一个蛮大的伤害 因为那时候对台湾 美国承认的是中华民国 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哥特保育签进上海公报 然后这是一个改变了世界的权力格局 然后第二个 我们也看到在越南 越南南北越谈判的卡的时候 基因局就跟北越代表黎德兽 黎德兽在巴黎合会 后来签订了巴黎合约 就结束了越战 这也让基因局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但是很讽刺的是和平奖 黎德兽他不领 他说越战还分裂 后来在1975年的时候 北越就统一了整个越南 就好像美国打了越南 打了半天 美国仓皇撤军 这个就是是个和平协议 但是后来当然越南情势 跟美国想的又不一样了 第三个最上见的就是中东 中东当年1973年的时候 中东战争爆发 基因局有名的就是穿梭外交 在中东后间穿梭 穿梭外交 最后那么重建了中东的秩序 所以你看1972年的上海公报 然后1972年的越战巴黎合会 1973年中东战争 都是他的舞台 这就为什么他影响 就那个70年代的时候 他影响比较大 但是人们也觉得他引起争议 因为他是非常现实主义者 他的一个强调 就是这个目的能够为手段合理化 目的为手段合理化 所以想到大国之间的权力平衡 那当然很多小国可能就被牺牲掉了 那么或者当时在智利 他发动一些政变 这一样 很多就小国或者当地的政治被牺牲掉了 所以他影响力很大 他能够活到100岁 他到快100岁的时候还在写书 过人的过人的经历 但是也留下了一些争议 但是基辛吉的趋势 就代表一个时代的一个过去 是啊 这个真的是非常的精彩 我们看到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我常常看新闻的时候 都听到基辛吉这个人的名字 那其实经过老师的汇整的解说 我们用短短的几分钟来了解 基辛吉一辈子真的是影响非常的大 特别是台湾的听众 应该是对于 他敲开中国大门这件事情 应该是非常非常有感 各位听众 今天早上直评 为您连线访问 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 我们先请刘老师为大家 就基辛吉这一位人物 其实我们做了一些会整跟解说 老师正在进行的气候峰会 其实是今天新闻的重点 那么这一次的峰会 里面有什么样的重要的一些观点 或者说是目前来讲 看来好像是刚刚我们在新闻里面 也跟大家分享 做成一些重要的决议 我们特别请老师给我们介绍 对 那么当然我们晓得气候峰会 我们大家都关心了 因为那是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那么其实你看 从最近的这一两年来 看到这个极端气候 非常热 也不然就非常冷 这种极端气候 那么常常就说 就是我们想起来 史上最冷 事实上是没有最冷 只有更冷 或者史上最热 没有最热 只有更热 那气候的变化 所以这一次是联合国气候变化 刚要公约第28次 缔约方会议 讲起来很绕口很长 就是COP28 COP第28 28在杜白举行 整个要开两个礼拜了 开两个礼拜 目前我们在看到 几个答案比较讲的 就是比如说 一开始的时候 他们就各国承诺 就是未来7年 就是2030年 将世界再生能源的发电量 增加到那么目前的三倍 那能源效率提高两倍 那当然的 那产油国就不高兴了 产油国都没有签了 那沙尔地啦 俄国啦 伊朗啦 中国都没有承诺 那就是你说把这个 这个再生能源 然后第二个呢 你就看到 那12月2号的时候呢 包括美日在内的22国发表声明 呼吁到2050年 将世界核电产能 提高到2020年水准的三倍 以助全球届时达到净零碳排的目标 那就是核电啊 核电所以美国要推动的新的核融合科技 就打起来就核电 那核电呢 就跟人家想看 很多人讲说 所以你看环保跟反核 其实中间不见得是相融的 很多人讲 气候你结晶能源 你要用到重新核电啊 以前有一派人认为 好像谈到这个环保 你一定要反核 那事实上这两不一定 我们要用到核电啊 然后接着 现在后来又第三个就看到 又有三十几个国家 就推动全球冷却行动承诺 那么冷却行动 就是在2050年 50年的时候 要减少冷却的这个碳排 要比2020年减少百分之六十八 就是冷气啊 你夏天 所以你看到黄黄江波 天气热 你就用很多冷气 那冷气的碳排放 又造成新的气候问题 那你要减少冷气的碳排 那除非你要不然就科技突破 不然就是气候要改善嘛 那这点到底能不能减到百分之六十八 所以我们就看 这两个礼拜呢 有很多类似的这种倡议出来 这样的时候我们就看到 有的是这几个国家接受 有的是那几个国家接受 那有人是通通都不签 所以两个礼拜以后 我们看看到底有多少个签了 但是签了以后呢 到底他有共识之后能不能落地 那是比尔盖茨不就讲嘛 你说我们共语说要 希望能够控制在温度 升高的两度以内 他说很难呢 就是我们大家都有共识 但是后来做不到 最近咱们有检查一下 你看这个俄乌战争一打 然后这个油气管 那如果这一变成俄国党武器 那他另外再赶快想办法 新能源还来不及供应上 就开始去找旧的能源再开始 所以你看实话原来是燃烧的越来越严重 所以这个东西也是蛮讽刺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就等他看看两个礼拜以后 最后最终的结果是什么 是真的老师 诚如您所说 在会前大家真是充满了期待 我所谓的期待就是说 这个各国的官员 与会的官员 期待的是他们自己心目中想要达成的 可是他们都不是环保团体 环保团体在现场当然也有很多倡议 或者一些说法 那最后的结果出来 可能让环保团体 我也要再强调一点 就是不同的环保团体 可能有各自不同的环保主张 这些也可能是冲突 所以你看看诚如老师所说 会前充满期待 会议上充满了冲突 这个做成的决议如何 最后还是要看两个礼拜以后 而且更重要的是 好了你就算做成了决议之后 那你能不能实现呢 这恐怕是个大问题 一点不错 是 好 老师我们接下来看一看 除了这个基辛吉 除了这个Cup 28之外 另外我们看看 两个目前全世界正在进行的 这个发生中的这个战争 一个就是俄乌战争 还有就是以哈的冲突 老师 目前这两件事情上面 有什么样新的进展 对我们也很快的带一下 你说这个俄乌战争 有俄国增兵 俄国增兵17万人 战人 那么当然这个像在常备兵 可能132万 132万就很多人讲说 就奇怪 战争其实打的是消耗战 消耗战消耗半天 结果俄国好像经济制裁 也没有伤到他 因为我们觉得他大家 很多人也许 你说不赞成这个普丁 可是也不赞成西方 把俄国妖魔化 所以他们 所以你看还是 国家也没有被磨垮 然后还有一个增到兵 所以这个就发现 这会影响到战场的一个局势 反倒是泽伦斯基这边 内部就有很多 有不同意见出来了 有的人觉得他独裁 或者说一些美国也批评他 就是说他内部有人贪腐 比如说像军方 或者基辅市长 也就对泽伦斯基这边 也颇有为辞 所以有的讲法说 他本来在神坛上 是不是要跌落了 这表示问题 可能就有点糟糕 然后12月4号的时候 白宫的一个官员 他是管理及预算局的局长杨恩 就发信给很多 给共和党的 比如众议院议长强森 还有其他的重量级的共和党议员 说这个预算快用完了 你们别再挡了 就是我们现在远州乌克兰的预算 钱武器到年底就没有了 你再不来 你那时候再不拨款 等你再拨款的时候 重新再去找钱找武器 那个时间也不够了 所以时间 钱 武器都不够 那不是拱手就把胜利让给了俄罗斯吗 那你像你听着讲年底 我们一算年底现在已经12月了 年底很可怕 所以这是俄乌战争 好像这情势有点改变 好像俄罗斯有可能是最后获胜 我们可以看到这情况 另外在中东 中东以色列开始往加萨南部去排兵停进 本来是加萨北部攻击 然后加萨人说你们往南走 那现在又打南部 那你要人家往哪去 那那去 然后当然我们就发现战争有外溢的效果 那当然就最直接外溢的就是叶门 叶门的伊朗所支持的 就是一样跟哈马斯同一个阵营的 这个青年武装部队 青年军开始攻击美国在红海的军舰 那商船也攻击 军舰也攻击 用无人机什么的攻击 就表示这个战争就有扩大 有扩大 但是可是战争达的时候 纳特亚胡的一个贪腐案的审判 那可能又重新开始了 纳特亚胡很厉害 纳特亚胡他有贪腐案产生 过去法院要审他的时候 刚好碰到这个新冠疫情 法院关门了 关门他又活过来 就没被审到 被审到后来新冠这个烧退了 法院开始了 要审他 这个哈马斯又发动了10月7号的这个战争 战争为了一致对外 所以暂停法院的运作他又活了 那现在暂停的时机到齐了 法院又开始了 就说纳特亚胡你别再躲了 你这本身有问题 所以现在很多 你看到以色列内部现在有冲突 前一天我们也看到 国防部长刚兹跟纳特亚胡 也终于有发生冲突 释放出来的这些人质 跟纳特亚胡在谈的时候 也批评纳特亚胡的一个政策 所以那这个东西加起来 内部的开始有不同声音出来 那对以色列跟哈马斯的战争会什么影响 所以很值得我们去看 是 经过老师这么一说 那这个以哈冲突这件事情 就变得非常复杂了 对 因为他打了半天 他也没有一个很清楚的方向 所以很多人讲说 那最后就算哈马斯被你铲除了 领导人被你杀掉了 那你以色列你占领加萨吗 你不占领加萨 那请问后战争时代的秩序怎么建立 你有你的蓝图吗 那人家你能够落实下去吗 所以那个怎么收场 我觉得清理战场收场 那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是真的如何收场 正好也让这个志平 我们就想到老师刚刚一开始的时候 跟我们分享的季星级 他在中东问题上面也出了很多力量 如今来看恐怕基辛吉 如果真的还还活着 他应该很有感触才对 那一点不错 是 好 各位听众 今天早上志平为您连先访问 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 我们先请刘老师 就基辛吉 还有就是气候峰会 另外呢 两场重要的战争 我们又请老师做了一些解说 接下来我们看看美国 这个美国跟中国 这个最近这个中国了 中国最近举行了这个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 老师我想请教你 这个会跟美中的经贸大战有什么关系呢 对 我们现在就是看呢 我们从大格局来看的 那中国大陆呢 他是用这个更加的开放和世界的连结 来对抗美国的这个贸易壁垒 也就是双方等于是国际经贸的 国际 抢夺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一个话语权 用通俗话讲都各自在圈地了 那圈地了呢 怎么话语权呢 所以你看中国大陆开的 在上个礼拜二 11月28号呢 他开了第一个 就是以供应链为主题的会议 叫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 我们简称练博会 练博会呢 我是通常把这讲到讲讲供应链 不要政治干预供应链 能够灵活的调度资源了 那如果我们把说中国大陆一系列的这个会议放开来看 你看它比较有名的广州的就是广交会 然后美中贸易战开打了以后呢 在上海 那中国大陆开的叫做进博会 进口博览会 现在在北京叫链博会 这个供应链博览会 好 外循环内循环 这有两个双循环 这个循环就让各国能够进到中国来 进入一些新的秩序 那我们特别要看的就是 11月28号这个链博会开幕的前几个小时 白宫也成立一个叫供应链韧性委员会 现在最夯的字句叫韧性 白宫也叫韧性委员会 韧性委员会它也包括了 比如说有30项的新措施 刺激美国国内的基本药物的生产 减少基本药物对高风险外国供应链的依赖 然后对半导体的供应链 它是否中断有预警系统 那并且希望透过IPF 就是印太经济架构 减少中国在关键矿产等 这些关键领域的一个主导地位 所以所以 于是不管是说换的就是电池 你也在中国产的电池 我们美国的电动车补助 中国电池造的时候就不补助了 所以不管是美国这边要守住它的供应链 然后要对抗中国 中国那边也讲说我供应链成博览会 你们大家来 我们不要让政治干预 一个要干预 一个说不要干预 一个是我控制资源 一个说我们调节各种资源 于是你就看到供应链的问题 这是两个国际政治经济的一个较劲 所以这个等于美中的贸易冲突 现在显现在另外一些更更广泛的领域上面了 是一点一点不错 好 各位听众 今天早上志评为您连线访问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 我们请刘老师在节目中为大家解说了非常非常多的重要的议题 这些新闻外电都是我们所关注的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老师给我们的连线 老师辛苦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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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安 拍完 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 吐司家伙推荡 要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此刻时间早上7点26分30秒 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来看看其他重要的新闻 昨天资深媒体人郭鸿章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了一个内容 就是中国在这个这次的2024台湾的总统大选里面 其实他介入选举的迹象非常的明显 到底有有哪些事情可以证明 今天的自由时报的头版上面就有这样的话题 就是中国借选连环报 连环报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不是只有一件 好多好多件 目前这个已经传唤了35人 为什么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我们看看这个自由时报内 这个消息的内文 中国国台办涉嫌透过台湾新著名关怀总会 还有中华人民党等团体 招揽免费赴中国旅游 那这个桥头地检署啊 就传唤了35个人到岸 其中包括6名现任的台东高雄的村里长 检方问这个讯后啊 声押了三名招揽的主贤 那法院也裁定三个人以5万元到20万元交保 并且限制出境出海 这个事情其实就是告诉大家 在中国介入台湾的总统大选 这个很多的事件上面 我们看到已经有很多的里长啊 村里长啊 他们到中国去旅游都接受招待 那这还只是这个环节而已 另外昨天郭鸿章 鸿章跟大家分享是说 其实有很多假讯息也是被这个特定的机关 或者特定的人给散播出来 那这些个假讯息的影响是什么 我相信很多的选民看到了 多一些都说 哦你看你看就是如何如何 于是乎影响到他的一个投票的意愿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呼吁各位听众 就看到这些假讯息 其实你有一些可以鉴别的方式 辨别的方式 比如说同样的消息 你去看一看有没有不同的媒体 来报道这件事情 不同的媒体报道这些事情 恐怕会有不同的角度 可以增加他这个真卫性的这个查证 做完了查证 确定他是真是假 自己再来做选择 我相信这会是一个理性 理性的选民 他自己应该要做到的 这也是才 这对这个总统大选 你投下这一票来讲 那才是重要的 千万不要被这些假讯息 所影响到你的投票意向 好 另外 这个今天的中国时报上面也提到 就是财政这个囤房税2.0 地方跟建商传出一些不满的声音 那六都非自住住宅的税率高 最高到4.8% 这个消息 恐怕我们还会再找时间来跟大家一块探讨 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 制评还是邀请各位听众 可以上到央广的官网来 因为我们正在进行podcast的这个调查 这么多的听众 你用podcast来收听早安台湾 或者是央广的各界新闻 或者是央广的所有的节目 我们都非常感谢 所以呢 可以的话来填上这个问卷 然后呢 留下您的email address 可以参加抽奖 我们有非常丰厚的奖品要送给您 好 今天节目时间就到了 直屏跟你说拜拜 咱们节目明天再会咯 好多一样被丢弃 啊 是不是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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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